好,各位夥伴,大家好 這一集要跟大家錄製的是 阿源如何出作業 出作業是老師的事 沒有錯,但是出作業過程中 顧要讓大家看一下 阿源是怎麼來出作業的 來,開始 我們來 首先 我們以考試院 考幣試題 輸入考幣試題 會出現這樣的平台 來 趁機也教大家怎麼使用 不好意思,在家裡會比較慵懶一點 這個 姿勢比較半糖的狀態 好,來,那在這邊呢 假設 以112年到113年 先進去查詢好了 來,這邊 112到113年,那科目呢 輸入食品為生物 好,那這時候呢 會進行查詢 查詢會有幾個人來開始 九個科目 來,這邊是112年 我看從最新的 我比較喜歡從新的開始 這個是2024年 第二次的食品紀事考試 應該是 應該是2024的7月 好,這時候呢會 存檔 好,會有這些題目 好,來,那我就另外存檔 好,OK 好,然後就 好,這邊呢是那個高等食品為生物 高考二級 趁機跟大家講,高考二級是碩士畢業才能考的 好,來,這邊 OK,好,來,存檔 這邊 這邊 高考三級就是國家考試 好 好,這邊呢是那個第一次的 市民紀事考試 好,存檔 好,OK 我想 這樣子應該就夠了 這樣子我把1113年之後幾個已經到年底了 應該夠了 好,來,那接下來呢就到這邊來 到阿圓的課程 阿圓的視頻為生物 那我會習慣這種東西呢 我會把它放在我們的 網頁上 網頁上,來這邊 這邊 這邊,來,基本作業 基本作業,好,那等一下我再來解釋 基本作業,來,第一題 第一題呢,我會從這邊去挑 大概呢,我們會挑 好,不多 假設是試體,對不對 好,來,那我們這邊呢 好,這邊在視頻為生物標準當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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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會有這邊 請說明 檢驗方法及限量標準 及常發生的原因 好,再來,魚類這邊 何謂是這一個 好,還有這一個 好,本假酸 OK,好,這是一題 好,來,再看第二頁 第二份考卷 鮮乳衛生標準 腸感菌科 少於10個 CFU 甘若 小於MPN 回答下類問題 兩種產品分別使用CFU或MPN 兩個單位跟意義是什麼 好,寫出 鮮乳及甘若當中不得檢出的 維生物毒素 這個東西的話 這題非常好 這是很常見的 分析這些東西 可以使用 16SR DNA 等等的 好,這些東西 好,來 罐頭腐敗的五項特徵 判定罐頭殺菌不完全有導致 OK,好 那個釀啤酒的過程 其實都很 都很棒的題目 都很典型喔 青黃色不倒酒菌 調氣包裝 輻射破壞 維生物檢測 OK,好,來 然後 再來 蘋果粗的原理 好,再來 好,再來 好,因為我預計大概會幾個領域喔 會說明這些維生物種類 來源 這很典型的 視頻維生物考題 進來 這些東西說明其特性 這屬於視頻維生 腐敗 觸酸 OK喔 好,來 那我會假設是 我會喜歡這一個 好 複製 然後我會到哪邊呢 我會到 這裡來 好 然後呢 在這裡 這個是那個 第二次視頻祭司 的第二題 OK 好,來 好 這樣的話 就很清楚知道說 喔 原來這個是 第一題的來源在這邊 因為網路上可以查到答案喔 但是 我會要求是格式 好 我會要求是格式 好 那再來一題 高考二級 調氣包裝 輻射 哪些因素 抗輻射 這個是我們現在吃了很多東西 也有 欸 我喜歡這題好了 好,來 第五題 複製 好 這個是高考二級 好 OK 這樣兩題 好,再來 準備看第三個 嗯 第三題呢 我覺得這 這個不錯 像這邊 這個是 視頻祭司第一次 Q3 好 OK 再準備一題 好 看 這兩題都很好 但以 依照阿元的經驗而言 考突而機率 這一題的機率比較大 這一題比較大 好,OK 這個是 高考三級 好 而且有沒有看到很好玩 這邊是有一個 是不是 1 1,2,3,4 還是1,3 這個其實是什麼呢 這個其實是 括號的數字1 中文字1 括號中文字2 好,OK 就長這樣子 所以 就模仿它 好,OK 這樣兩題 OK 這樣兩題 然後呢 這個是 是 我忘記它是哪一題了 OK OK,好 OK,這樣題目就出完了 那這邊我會跟大家講 這邊,基本作業 基本作業 請使用 阿元提 公 的國家考試 簡答題 模擬 模 控 白卷 阿元 依照 不對,請依照 國家考試 的 寫法 進行 2 看一下日期喔 像我們這門課對不對 來,我們這邊 這門課 一般我會在第17週的時候請大家叫回來 第18週不要再去打擾大家了 好,那我們現在第10 第17週是12月30號 OK,好來,那我們就12月30號 來 2 1 1 1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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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